每当放学时,经过地下道,看到许多街友谈到地上,让我觉得非常不顺 因此张景浩先生在2015年成立角落一光公司,希望能对这些街友们伸出援手 大家可能会想说,街友好手好脚的都不工作,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可是街友不完全只是好事能做的啊 角落一光调查显示,50%以上的街友都希望自己能有工作 更有发展的游民,希望能自己做起房子 张景浩先生正是黑暗里的一道曙光,在2015年成立角落为光,希望借由给予机会来代替施舍 社会企业简介,社会企业是以帮助弱势为目的,它的应用主要用于投资辅助弱势 就是取自于社会,用自于社会的概念 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与一边企业的差异在于,社会企业将65%的利润分给弱势 角落为光的经营模式,他们先去招募职工,培训完辅导员 再去社福当院寻找有没有工作意愿的街友 并且邀请培训老师提供相关导览专业课程,让他们能够升任导览人员的工作 赢者与角落为光的营运分派为六四点 角落为光的历史严格,角落为光会与在地单位、政府及多位艺术创作者合作 2015全球闯卖,皆有共同参与制作手工小册 虽然2015年初才刚成立,不过到10月底赢者收入已经突破3万块 研究方法、本组采、实地访谈法及实地观察法 本组于105年10月22号访谈创办人之一杨小姐 并于同日下午参加青春倒退路路线 本次的导览人员为顺服带跟共计两个小时的路程 青春倒退路路线会依序介绍台中火车站附近的怀旧历史 第一站为台中火车站,为现有旧站 他面带笑容地介绍公园眼科,并说 公园眼科的前生是日志时期的一间医院 被日志书其团并购下来后 现金为全台最大的文创糕饼博物馆 这次是旅程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中山绿桥上面有我们的国花、梅花呢 当我们到台地子间时,顺服大哥说 那里有一餐进入20年的铜豆饼 后宇日本料理是台中第一家日本料理 GTV还曾经采访过陈沙茶火锅呢 当我们到达东协广场时 顺服大哥告诉我们那里即将被拆除 在未来预计规划为台湾小京都 风中西原因为它独特的三角形建筑 让它能在历经九二亿之后依然屹立不遥 不好就是需要,不需要就不要 这次西草居老板跟我们说中央存在价值 德立面食馆成身为金正元 它的建筑物上有独特的雕花 新发亭原本叫做新发亭 在一次火灾过后而改名 是希望能画心酸为幸运 中区再生基地为青春倒退路的最终站 为此趟旅程画下完美的句点 在参与整趟导览过程中我发现 顺服大哥在介绍景点的时候 都充满着成就感 并且露出自信的笑容 这是我在一般机友身上所看不见的 可是其实在九二亿大地震的时候 顺服大哥他的家庭之力破碎 他被迫要睡在桥底下 甚至是到庙里去洗澡 尽管社会的那一年观不是不有差 我后经过排水之后 他们慢慢地采开心香 他们不再害怕也逐渐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幸福哥也有了工作 住了起房子 有了幸福美丽的人生 不再是社会的隐形人 正因为角落而光 才给了这些坚友们生存下去的希望 所以社会上需要更多社会企业的存在 社会企业就是弥补社福政策的不足 达到了民众 平整 政府 三营的局面 以上是本组的报告 感谢温厅 敬请指教 我终于指教 往前走 先打开 我